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首先先来关注的是 马前总统的大陆行 是首度有台湾卸任元首造访对岸 大陆官媒的报导规模并不如台湾 但几个马英九抵达的场合 却都挤满了围观的大陆民众 美联市记者夹杂在众多人 远远的观望马前总统抵达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 由于伟岸众多加上封锁范围大 一般民众无法靠近 这时只能比谁的赏门大 喊两次马前总统真的听到了 他处足转向了声音方向挥手 虽然一旁的伟岸人员引导他向前走 但他还是停下来 跟民众热情的大力挥手 大家如果有参观意图 可以往前面走向端右转 乔 跟美联社记者一起被挡在外围的南京民众 还真的挺热情的 甚至还有人带着望远镜来看 超级专业 前通马英九抵达29号下午大城高铁 前往武汉 但短短在南京停留两天 却在当地刮起一阵旋风 甚至在社群平台上不时都能看到 跟马英九有关的短影音 民众把自己第一视角拍摄到了短影音 PO到抖音上 还有人在现场真的跟马英九对上了话 相较于民众自己拍摄的抖音影片 点阅率有上万人 大陆官媒的报道就很平铺直续 上午马英九一行抵达中山陵不爱广场 沿392级时接一路涉及而上进入祭堂 一场12天形成超紧凑的马拉松式技组交流行 未来马前总统在自媒体上的流量 可预见将会更高 TVB新闻于兴汉叶峰伟南京报道 针对马英九此趟访问大陆之行 陆委会认为从街机到春卫都不符合卸任元首访问规格 还反算马前总统的忍受力挺高的 针对马前总统赴大陆技组交流 从第一天的机场接机规格 就被认为有损卸任元首的尊严 陆委会主委邱泰山接受谈话信节目时表示 一来接机没有红地毯 二来官媒连先生的头衔都没有加 确实让人有点压抑 再怎么样礼貌上至少也要称先生 还反算马总统的忍受力也蛮高的 邱泰山并表示 中共派去接机马英九的层级确实不太适当 坦白讲让人感到遗憾 毕竟马英九还是有前总统的身份 对岸应该还是要给他一定程度上的礼遇 并顾及台湾这边观感上的反应 至于马英九在南京中山林夜林后 受访时明确说出中华民国 并强调自己的使命 就是要延续国父精神 绿营立委给予肯定 而南京中山林夜林结束 马前总统提自和平奋斗振兴中华 落款的日记虽然省略了民国 但有百十二 而大陆的官媒新华社的发文 则被刻意裁掉 马英九附录雅加达邮报以台湾前总统 访问中国时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为标题 另闻表示 马英九是在两岸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 访问中国 因为北京正在使用政治和军事手段 试图向民主的台湾施压 使其接受中国的主权 日本朝日电视台 则以多数人希望维持现状 台湾前总统历史上首次访华为标题 新闻中表示 马英九访中可能是大陆外交部的策动 用来回应麦卡锡可能访台 文中还猜测 马英九这一次访华是中方设计的 因为蔡英文总统29号期访问中美洲 还将过境美国 TVB新闻综合报道 蔡总统马英九一行人 已经在傍晚抵达此行的第二座参访城市 湖北武汉 他搭乘高铁前往 为了马英九的安全 政府官员直接把车辆开到近空的月台上 接他下高铁 不仅如此 马英九乘坐的商务车厢 外头还有维安人员把守 前总统马英九一行人到大陆技组交流 第三天从南京高铁站 启程前往湖北武汉 他搭乘的是G1721大陆复兴号高铁 如果以标准时速 每小时350公里计算 全程仅两个半小时 其实马英九一行人 第一天从上海到江苏南京 搭乘的就是高铁 由于大陆高铁叫复兴号 寓意民族复兴 有大陆民众认为 马英九在大陆乘坐复兴号高铁 更显意义非凡 大陆高铁分一等座 二等座商务座 马前总统乘坐的是最好的商务座 一张票2670块台币 座位两两一起 一节车厢就几个位置而已 私密性较高 据闻该商务座外面 有维安人员全程保护 当然既然有马前总统 该商务座就不会有 其他不相关的乘客 至于随行的中外媒体 由于人数众多 则坐二等座 座位较为密集 是特地包下了一整截的车厢 给媒体专用 该列车还有其他的乘客 只不过其他乘客和媒体团 以及马英九 在列车上不会接触到 抵达武汉高铁站 只见当地的政府官员 已经把中八 直接开到了月台上接大家 还有专人把大家的行李 逐一取下放在固定位置 马前总统此行的 第二个参访城市 武汉已经展开 TVB新闻于兴翰 陈旭玉 叶峰伟 林敏珍 武汉报道 而这回马英九访路 传出对岸 也派出政军级的 维安人员紧跟 在所有公开场合 双方把马英九包围起来 手上也拿着 不同款的防弹共识包 不论是写书法 还是墨埃献花帮桥位置 又或是走在路上 透过镜头都能看见 马英九前总统周遭 全是维安人员 我方对岸都有 定格来看 马英九走在开放空间 路方随护在两侧 我方随护最靠近马英九 手上都提着防弹共识包 但款式明显不同 马先通通到大陆访问的维安层级 一直备受议论 根据我们掌握的讯息 大陆官方是派出了 中央警卫局的人全程陪同 而中央警卫局 他的主要职责 就是保护大陆主要领导人的人身安全 TVBS特派记者 随团跟着马英九 这回不只接待层级受瞩目 维安等级也是焦点 2016年的军改之后 他现在完全都是隶属在 人民解放军联合参谋部 他是属于政军级的单位 他主要的一个任务 就是在做这个要员保护 看得出来对岸的高规格为安 而这回出访不只有两岸媒体关注 日本媒体也全程直击满久行程 国内学者也针对此行分析 同天蔡总统出访将过禁美国 去年对岸用军演反击 培洛西访台 但日本学者分析 这回不同 前后任总统同时出访 现任防友邦 前任防对案 专攻在军事外交上 是否有新动作 让时间给答案 对外讯讯讯讯讯和崔宋群 林敏珍 专海域大陆常报道 而针对前总统马英九访路 遭绿营质疑 矮化中华民国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今天在中常会反击 中华民国成关键字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语气逐渐严厉 在中常会上重批总统出访 却不敢提中华民国 反观前总统马英九访路 坚定站稳中华民国立场 民进党不断的鸡蛋挑骨头 大酸民进党就是因为 马英九28号在中山林 现场辉豪提字 落款纪念以百十二取代 民国一百一十二年 但新北市长侯友宜帮忙发声了 中华民国创建到现在 是很多人牺牲混斗而来的 所以我们要以和平 为普世价值的印象 这个2008年 你是差了这个96年 引发热议的还有 马英九参观南京总统府 在国父一向前却以这个绿营认为 自动将总统两次消音 在那样的场合里面 实在这个那个的实在是 其实他可以大方的说出来 事实上他离开了那个场域之后 他的公开记者会 他也很大方的说 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这点实在是应该可以给他一点掌声的 从马英九第一天的机场街机规格 就被认为有损卸任元首尊严 论委会主委邱太三接受谈话性节目表示 一来街机没有红地毯只派普通小巴 而且大陆官媒仅穿马英九率团抵达大陆 连先生的头衔都没有 反酸马总统忍受力蛮高的 认为毕竟马英九还是有前总统的身份 必须顾及台湾这边观感上的反应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也认为 马英九作为前总统 自然有义务要帮国家来加分 TBB新闻李明辉年轩台北采访报道 回位三年总统再度出访拼外交 登进门前发表谈话 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 我们冷静自信不屈服不挑衅 面对中共压力 虽说不屈服不挑衅 但总统就回访问中美洲友邦 第一站就先过进美国纽约 美东时间29号晚上 席开60桌桥宴 隔日30号上午会见纽约台湾青年代表 预料也将会与美国政要通话或者视讯 当天晚上则接受华府保守派智库 哈德逊研究所总裁 来颁赠全球领袖奖 后续还会跟美前国务卿 蓬佩奥展开区域安全对话 只要国际社会有需要 台湾就会贡献心力 而当台湾面临难关 民众伙伴也会对台湾温暖的词源 相信美国这强力后援 结束纽约行之后 总统再到邮邦瓜地马拉 贝里斯进行国事访问 回程过境洛杉矶 也将二度到雷根图书馆发表演说 并会见美中院议长麦卡锡 而当然除了巩固国际友情 拼外交也势在必行 后疫情时代台湾是全球供应链 重组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会抓住更多的机会 加强和有盟国家合作 总统这趟防媒包含 府秘书长林佳龙 外交部长吴钊燮 还有四名跨党派立委随行 特别的是专机不只设防疫隔离区 更要求所有人全程戴好口罩 外交部又先提供给大家 这个相关的防疫的礼包里面 包含了有这个应有总统府的 相关出访的口罩 以及这个到当地很可能 会需要用到的一些生活用品 久违出访就到美国 可不能出了任何差错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除了蔡英文总统之外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早一步已经抵达美国 展开访美行程 而这也抢在柯文哲之前 不过呢 郭柯又传出早已见过面密谈 翔森永教育 资论记者邱婉容 这个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人现在正在美国访问 大家也赶快去问了柯文哲说 这郭董比你抢先一步访问美国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吃味呢 柯文哲的回应是这样的 他说郭台铭访美 其实很正常 不会觉得是互别苗头的 但其实在这之前 大家还是希望说 这个郭台铭跟柯文哲 两个人有没有办法 组成柯郭配 或者是郭柯配 但现在看起来 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郭台铭主要还是希望 可以用国民党党籍的身份来参选 但是柯文哲当然 就是用民众党党籍了 不过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就爆料了 她说在去年的 走合已选后的某一天 大概在12月左右 柯文哲突然新增了一个行程 而且那天很晚很晚才回家 所以她就很好奇说 柯文哲到底去做了什么 干了什么呢 然后柯文哲回家之后 他才说因为郭台铭约了他见面 两个人聊到很晚 所以他也才很晚才回家 陈佩琪就很好奇说 两个大男人到底可以聊什么 可以聊了这么久 又不是闺蜜聊天 那柯文哲怎么回呢 他说郭董教我 打倒塔律班的方法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开口就说 此趟访美行不谈政治 但是行程安排很有政治味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在蔡总统过进美国之前 提前一天到美国 郭台铭的第一站是 蔡英文还不能以总统身份 到访的华府 强在蔡总统过进美国之前 占尽百面 郭台铭定调 这趟是经济科技开拓之旅 批台湾太多政治太少经济 但是话锋一转他又说 这四年八年听起来就很有大选位 郭台铭到华府第一天 就先和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的学者 欧汉龙闭门会谈 而欧汉龙的专长 就是研究国防与外交政策 被问到两岸议题 郭台铭说必须和平 而且领导者要以德服人 他还引用老子的道德经 此外郭台铭还表示 若发展科技必定要向美国学习 被问到以美论 他这么说 经济与政治一体两面 尽管郭董说此行不谈政治 但或许经济就是郭台铭的政治学 TVBS新闻 尼家辉黄松浦在美国华府的采访报道 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的人选未定 不过党主席朱立伦将派智库执行长 柯知恩及副主席夏立炎访美 强调要为2024总统候选人建立国际连结 副总统赖清德笑容满面 与捷克众议长爱达莫瓦同台 出席近邻城市国际峰会 现场来自43个国家 超过400位国际城市贵宾 难得的是乌克兰基辅副市长也出席 今天很难得基辅市的副市长 也参与今天的社会 台湾还有民主社会 都会跟乌克兰共和国站在一起 赖清德特别向基辅副市长致意 也强调每个城市站在气候变迁的第一线 一转自己的国际观 而2024总统大选的前授站 少不了蓝营最强母鸡侯友宜 近期不断拉高格局 更强调人人都是外交官 每一个国民都有责任 只要我们出国 沟通都是好事 所以中华民国最重要的 是要让大家看得见 这话意味不抗拒应有的责任 不过拦引总统人选还没定 但党主席朱立伦先派智库执行长 柯志恩访美 副主席夏立炎四月接棒 难道是先好好探路 我们现在不做这样的一个联想 只是一个智库的交流 未来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跟立委候选人 跟国民党 建立更好的一些国际连结 跟国际基础 朱立伦的大白话 就是要替党内未来候选人 好好建立国际观 不过侯友宜近期民调下跌 参选总统行情拉警报 据了解 蓝营内部现在也出现了 不是那么挺侯友宜的声音 这会不会迫使他提前表态参选 再请婉容为我们分析 相较民进来及民众党 总统参选几乎都已经确定 国民党内 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太明确的答案 所以也让党内开始出现了 所谓疑侯论的声音 这个侯是谁当然就是侯友宜了 从几个面上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就是侯友宜表态说 他反黑金 所以对于傅宽奇进入了选册会 这件事情的时候 侯友宜是高举双手反对的 但是他反对傅宽奇加入选册会 但如果万一未来默许了傅宽奇 继继续连任立委的话 是不是会被人家批评说 他的反黑金标准不一 而且你一开始把标准设得太高了 会将你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侯友宜每次被问到2024的时候 他几乎就是一套标准答案 好好做事 但这好好做事讲究了 其实也会让支持者觉得说 是不是你就是一个读稿机不够诚恳呢 另外有人说那是不是有可能他2018再参选 而不是现在来参选 或者是你今年代职参选之后 但到底谁又来帮你顾家呢 还有他现在的民调 从3月开始是一直的直直往下谎 甚至还不止书赖清德跟柯文哲 也非常的近 这样子侯友宜还有胜选的机会吗 上来看到赖清德的优势是在南部票 而柯文哲当然就是很多年轻人 支持的对象了 而且这民调做出来 国民党表态率只有6成5 但是民进党的表态率却高达了9成 所以看起来国民党很多人 对侯友宜还是在观望的 有人就说专家就也建议说 其实侯友宜一直很害怕 这个落魄的标签贴在他身上 因为过去4年前自有一个前车之鉴 就是这个前高丞市长韩国瑜 但是其实他们也呼吁说 侯友宜不用这么的担心 你可以从政策论述上面来补上 落跑的分数 而且就后后做事 你应该多讲一点来洗刷大家 对你每次只会讲空话的印象 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邮英龙他更建议说 如果同样东西 你真的会让水民倒胃口 如果国民党4年前跟4年后 都没有改变的话 看起来只能继续走进坟墓了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旁边的QR Code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新闻讯息让你一手掌握 另外在赖清德的部分 他备战总统大选 当然他的副手人选也在绿营 引发讨论热议 再交给宛容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几乎笃定 就是这副总统赖清德定于一尊了 主帅的人选确定了 副手人选又该找谁呢 有人在建议说 应该要来打出美丽牌 打出女性的副手人选 而这个美丽不是形容 别人的外表美丽 而是说这个美 这就是我们的驻美代表 骚美琴 而这个丽则是前文化部长 郑力军农 为什么这两个人被点名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 不管是他的政坛经历 个人特长 专长互补 都一定要找出 跟他合得来的人 先来看到骚美琴的部分 骚美琴的外交能力非常的强 所以他在区域立委 没办法连任之后 也到美国去了 再加上他跟总统蔡英文 关系也非常的好 所以在外交这件事情上面 他也能延续总统蔡英文的路线 再加上骚美琴担任过区域立委 所以立委历练也是相当的足够 另外一名热门人选 就是前文化部长郑力军了 郑力军的特职又有哪些 其实他文化部长 所以他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 再加上他在青年以及文化界的 支持度上面也是非常高的 过去我们也看到 赖清德要参选党主席的时候 当时因为确诊后面的隔离期 赖清德没办法亲自出 他是委托了郑力军来出面 帮他登记的 由此可以看出来 他跟赖清德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本人到底有没有参选意愿 其实郑力军是透过有人表示说 他现在没有的也希望大家 可以跳过他这个人选 不要来为他找工作 民进党立委初选登记上周结束 总共有15个选区需要协调 那么今天党中央也启动协调作业 最小的派系就是我王世坚接系 再一次强调挑战现任立委何志伟 无关党内派系纠葛 纯粹就是从哪跌到就从哪爬起 所以不接受协调选到第一 他们用诚信两个字来羞辱我 我是无法接受了 我是一步一脚印的做 我并不是说我去年第一届来选议员 选上我就这个趾高气昂 我去才选有 只有大我没有小我 那团结是我们的最大最大公约数 那也期待大家再给民进党更多的温暖 给我们机会 因为我们从来不怕选输 看来党中央的协调会双华美共事 同样状况不只发生在北市第二选区 第七选区也是 我个人是不建议往内护打 是愿意接受所谓的协调式民调 那许小姐如果你那么强的话 你其实也不用担心什么时候做民调 这回民进党立委初选登记 共有15区需要协调 如果顺利可以在4月11号前 完成党内协调式民调 但若无公事 则是4月17号后进行出损民调 预估5月完成立委提名 很多主 很多主 谢谢 时间很赶 也难怪协调首日来了不少人 除台北市外还有嘉义市 另外台东县 现任立委刘兆豪也被挑战 全台东 全台湾 全世界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选举把他当作这颗子在算 一世人专门在政策 没在抗拳 就算赖主席千丁万主 希望多以大局为重 现在不是快意恩仇时 但烟下要选的人几乎大死不退 TVB的新闻 刘立成奇幻柔 台湾报道 三公斤 一级车到台南三三三公里 好热血喔 好漂亮喔 他们脑袋还好吗 开始几五分钟就消失了 等一下 用二十分钟内吃完 三公斤的日去闖 有约 滚